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举行发布会 中国商务部副部长李飞在会上表示 下一步将指导有关地区全面推进实施两张清单 李飞介绍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属于国民待遇的一部分 适用于境内外各类经营主体 而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属于外商投资管理的范畴 仅适用于境外投资者 此前这两张清单在调整中 已经做到了紧密衔接 自贸实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 作为中国对外开放高地 改革发展基础好 外商投资活力足 适用的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更短 开放程度更高 在市场准入方面 海南自由贸易港等地区 在全国统一的清单基础上 实施放宽市场准入的特别措施 李飞表示 将继续优化外资企业服务 力争早日形成可复制 可推广的经验 为各类企业营造更加高效便利的准入环境 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 秘鲁政府29日表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拜登 将参加11月在秘鲁首都立马举行的 亚太经合组织峰会 秘鲁外交部长 刚萨雷斯·奥莱切亚 在与美国官员签署了一项 关键矿产领域合作协议后 召开新闻发布会 他表示 中美元首将于11月15号至16号 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立马峰会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还将于11月17号 开始对秘鲁进行国事访问 刚萨雷斯·奥莱切亚称 秘鲁外交部将精心制定 习近平主席的访问日程 并提供最大程度的礼遇 今年6月 秘鲁总统伯鲁埃尔特 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 曾邀请习近平出席 11月在秘鲁举行的 一带一路合作标志性项目 前开港的开港仪式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菲律宾高级军事官员日前表示 美国在菲律宾部署导弹系统 主要是用于训练 而中国过去曾表示 这种武器系统可能会导致局势不稳定 对此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 30日表示 非方应当清醒地认识到 美方的真实目的 按此前的公开承诺 尽快撤走中岛系统 关于美国在菲律宾部署中岛 中方已多次表达明确的反对立场 美非此举挑动地缘对抗 加剧地区的紧张局势 破坏地区的和平稳定 以引起地区国家的高度警惕和关切 非方应当清醒地认识到美方的真实目的 回应地区国家的共同关切 不要牺牲自身的安全利益 为美国火中取利 按此前的公开承诺 尽快地撤走中岛系统 另外 越南国防部长潘文江 任内首次访问菲律宾 他30日在马尼拉 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 双方表示将致力于通过各层级接触交流 深化两国国防与军事合作 两国并计划在今年年底前 签署防务合作协议 潘文江表示 双方都认同维护南海和平 稳定及航海航空安全 与自由的重要性 最近这些天 菲律宾又和中国在南海进行对抗 搞事 那么今天我们听到外交部发言 关于菲律宾想在他们的岛上 来部署美国的中主导系统 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 以前菲律宾已经承诺过 不这样做 那么现在为什么这样做呢 它有很多的原因 其中一个是菲律宾 辖美自重 还有就是美国在怂恿 在向菲律宾提出要求 前天 三天之前 就星期二 美国的印太司令 叫帕帕罗 他们在马尼拉举行了一个国际军事会议 他在这个会议上就公开说 美国可以派 美军可以派军舰来护送菲律宾的船只 给他们占领的一些岛屿去送补给 他说这个话呢 菲律宾方面都有点惊讶 因为这不是菲律宾方面主动提出来的 那么菲律宾呢 当然说 这个 觉得很有受宠若惊的感觉 当然了 这必须 像这个帕帕罗说的 要由菲律宾主动提出来 说我们两个是同盟国嘛 我们彼此之间这样做是很正常的 这呢 就是一个美国这样的一个主动的姿态 另外呢 还有一个值得我们了解的新闻 就是越南国防部长潘文江大将 访问菲律宾 星期五 马克思在总统府会见了潘文江 他还强调了 叫飞越两国之间关系的历史意义 他说呢 你这次访问 对潘文江说 实际上是我们两国之间 就是越飞之间 越南菲律宾之间 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节点 潘文江是在2021年4月 被任命为越南国防部长的 现在他是首次访问菲律宾 那么这个小马克思呢 在办公室 就小马克思的办公室 这样介绍说 他说呢 这个菲律宾和越南呢 将要签署一项防务合作协定 这个马克思见潘文江的时候说呢 这个飞越关系一直保持良好 而且呢 这些关系不断取得发展 他说在此之前 飞越关系只是包括外交 而现在呢 我们要谈防务合作了 还有安全合作 海事合作 当然他说也有贸易领域 那么这个马克思总统宣称呢 是越南国防部长的访问 将进一步的推动和促进 他们关系的深度和广度 这个越南的国防部长 这次到菲律宾访问之际呢 大家都知道 几乎每星期 这个菲律宾都在南海问题上呢 和中国发生争端 而且这种紧张局势 已经持续了一年多 当然了越南和中国 在南海也有争端 可是越南和中国 这个关系呢 那是这个 有党与党的关系 国与国的关系 苏林总书记刚刚访问了北京 但是另一方面呢 这个越南和菲律宾呢 他们的南沙群岛上 也有主权互相争夺 就叫相互重叠啊 这样的一种状况 但是他们这两国呢 现在表示希望 共同努力解决争端 那看来呢 他们确实是有一些 共同的一些指向 那么这个 当然潘文江也这样说 他对这个马克思这样说 他说越方是高度评价 并赞赏小马克思 今年1月对越南的国事访问 讲了一些啊 说为进一步促进和创新 各领域的战略伙伴关系 提供新机遇 这个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潘文江到菲律宾去 刚才我们讲的 这是值得思考 值得观察的一个问题 当然了 潘文江啊 他在过去的一个月 访问过几个大国 日本 俄罗斯 他还和苏联一起 这个访问了中国 还和中国的国防部长董军 进行了这个会晤 那么 那几个大国呢 的访问 显示出这个月呢 叫竹子外交嘛 可对菲律宾这个访问呢 他们在南海之间呢 是有些勾脸的 坦率说 那么 当然还很有意思的就是 在菲律宾详细的报道 或者高调报道 这个消息的同时呢 我到越南国家通信社的网页上 却没有看到这则的消息 再看看台湾的局势吧 台湾民众党主席 柯文哲 遭控担任台北市长时 图立财团 这个台湾检方 30号上午 前往柯文哲住家 和民众党中央党部搜索 并将柯文哲和他的妻子 陈佩奇带回说明 柯文哲受访时表示 他坦荡荡 但执政党局要说清楚 他们有什么证据和理由 进行搜索 台湾解联单位 30号上午无预警 并分多路 前往民众党主席 柯文哲的家中 和民众党中央办公室搜索 历经四个多小时 查靠了多台电脑和各式文件 柯文哲出面受访 显得相当气愤 今天是台湾历史上第一次 主要在野党的党主席的住家 办公室 还有中央党部也都被搜索 当然 我非常坦荡 我知道我没有 我也希望 实证当局要清楚地说明 他今天是有什么证据 要做这个动作 检察官不仅搜索 同时要求柯文哲和他的妻子 陈佩琪前往连政署接受调查 柯文哲是被指控 在担任台北市长期间 涉嫌在台北市净化城购物中心 改建案图立业者 检方至今已经收押了 净化城的负责人沈庆金 和涉嫌官说的台北市议员 应小威 时任台北市副市长的彭震生 也被检方认定 图立罪嫌重大 遭禁止出境 限制住居 有分析认为 虽然柯文哲已在强调坦荡荡 但检调既然敢发动搜索 显然已经掌握了部分证据 而民众党也立刻召开了记者会 表示将会成立紧急 营变小组维持党的运作 同时表示 全党一心支持柯文哲 捍卫清白 父王卫视 黄家腾中子明台报道 民众党表示 全党支持柯文哲 要还他清白 但是呢 我们从昨天就说了几句 柯文哲自己说 我呢请假三个月 三个月时间相当长 其实呢 到了今天继续的 这个燃烧这个案情啊 大概他也应该知道 下一步的发展应该到什么样一种地步 柯文哲呢 可以说现在深陷威情 那么对于民众党怎么办 民众党现在表示全党支持他 要还清白 这个今天镜头啊 让我想起当年陈水扁 被这个拘捕的时候呢 戴着手铐 还这个在对着这个直播的电视 这是政治审判 政治迫害 那么如果说三个月之后 柯文哲出现什么问题 或者他没有问题 但是他 他或者是民众党 在民众当中的 这个信誉破产的话呢 那么我想这个民主党确实是 前景未卜 或者说呢 很可能呢 走向泡沫化 这就是现在台湾的政台上啊 这种这个政治上 司法上 还有你作为任何的政党 政治家 政治人物啊 你一陷入到这样的一些 这个钱财 或者这样一些问题上呢 那么就会导致你整个的 这个陷入危机 那么最后呢 很可能呢 就引诛辞职或下台 而最近这个民众党啊 包括他的一个县长啊 被抓下台 那么然后呢 就是这个 他这个财政选举不清楚 现在呢 又是到这个追查到 倒查嘛 他在这个台北市场的时候 为财团牟利 看来呢 这个台湾的检控机关呢 他是有备而来 所以说呢 过几天很可能就有新的消息出现 甚至呢每天都可能有新的消息 刊立则新闻 中国和柬埔寨两国警方通力合作 今年上半年 共遣返了1200余名 涉堵诈中国籍人员 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 29日晚消息 中检两国警方通力合作 今年上半年 共遣返1200余名 涉堵诈中国籍人员 体现了中检共同打击 网堵电诈犯罪活动的坚定意志 中国驻柬埔寨大使 汪文斌表示 中检执法部门将继续京城团结 和中共计 进一步深化信息互通 联合管控 联合打击跨境犯罪等务实合作 共同守护两国人民安全 携手共建更加牢不可破的 中检命运共同体 同日 柬埔寨召开国家打击 电信诈骗委员会工作会议 制定新的行动计划 强化对电信诈骗犯罪的打击力度 本月早些时候 汪文斌拜会柬埔寨副首相 兼内政大臣韶索卡 双方就中检执法安全合作 深入交换意见 以致同意 进一步加强打击网络赌博 电信诈骗等跨境犯罪合作 为中检人民友好网埋 营造良好环境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 报道的其他重要表题新闻 稍后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到总编辑时间 我是李宁思 俄乌战事持续 乌克兰苏梅州检察官 办公室30日称 当地一家工厂 当天凌晨遭到俄军导弹袭击 造成两人死亡 至少11人受伤 据悉空袭还引发了火灾 遭西工厂用于生产婴儿食品 及日用品包装 苏梅州军政管理局30日宣布 由于持续遭到俄军密集炮击 已经确定 苏梅州有183个定居点的民众 需要尽快疏散 截至30日 苏梅州已经有超过 21000人被疏散 此外 吴军29日发布视频 显示一家无人机 向库尔斯克州 克里尼沃一处建筑投掷手榴弹 并引发多次爆炸 另一方面 乌克兰空军司令奥利休克 30日表示 美国已介入调查 原物F-16战机坠毁事件 并已经收到了初步报告 它同时驳斥了 此前 乌克兰有议员称 坠机原因可能是 空军高层管理混乱造成误伤的言论 德国和波兰近期围绕 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 发生争端 德国《明镜周刊》29日发布 爆料称 数月前 德国原本锁定了 北溪事件嫌疑人 但它在乌克兰和波兰的帮助下逃脱 本月早些时候 有德媒披露 德国向一名代号为弗拉奇米尔Z的 前乌克兰军队潜水员发出逮捕令 指控其涉嫌实施了北溪管道爆炸案 而根据德国《明镜周刊》29日的爆料 这名乌克兰嫌犯及其家人 今年5月曾在德国境内逗留 期间被德国当局锁定 6月初 德国方面开始采取行动 欧盟也于6月21日发布了逮捕令 但当时它仍在波兰 而波兰当局没有采取任何抓捕行动 直至7月6日 嫌犯越境从波兰逃回乌克兰 报道称它当时乘坐的是 乌克兰驻波兰大使馆的外交牌照车辆 事发后 德国指责波兰故意阻挠调查 可能参与破坏北溪管道 甚至要考虑向波兰和乌克兰索赔 波兰总理图斯克本月回击称 北溪项目的发起者应道歉并闭嘴 明镜周刊还转引波兰安全官员的话称 不会抓捕嫌犯 因为他是英雄 这一事件让德国和波兰这两个在俄乌冲突中 积极支持乌克兰的国家 分歧愈发明显 据悉位于丹麦水域附近的 北溪一号和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 在2022年9月遭蓄移破坏 从俄罗斯到德国的天然气运输就此中断 幕后黑手至今仍众说纷纭 近期多家西方媒体将矛头对准乌克兰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尽管德国政府 更不要说波兰政府和乌克兰政府 都想让北溪爆炸事件 这件嫌疑人的事情能够不断地淡化 可是西方的媒体 特别是德国的媒体是紧追不舍 不断地爆料 那么现在的调查进一步地清晰 说是波兰不但不交人 还赶紧地让乌克兰大使馆 用外交车把嫌犯就送到乌克兰 他们到了乌克兰之后 那肯定就遁刑了 人肯定就不见了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就越来越从逻辑上能证明了 这个嫌犯嫌疑人 可能是有背景 那么很可能就是有政治背景 那么他的这个 整个的这个一个行动 可能就是一种政治行动 现在的美国就一直就这件事情 不但没有对外公开表态 而且实际上应该是向德国施压 这件事就是不要影响到 这个德国和波兰的关系 也不要影响到和乌克兰的关系 但目前来看 没有影响到在对抗俄罗斯的战争 但是这个以后 肯定是德国的这种舆论 还有西方的一些舆论 对于就是前苏联这些国家 这个新的这个欧洲 欧盟的成员 他们做的这种 这个叫脏活 肯定会追究责任的 那么以后呢 也不排除战争以后呢 这件事情还是要拿出来 进行这个诉讼 再看社交媒体电报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杜罗夫 日前因电报平台 涉嫌散布犯罪活动信息 在法国被捕 并且遭到起诉 尽管杜罗夫深陷官司 但没有影响 包括法国在内的各国中小 继续使用电报平台 据欧洲媒体报道 杜罗夫深陷官司以来 法国总统马克龙 能登陆了电报社交媒体平台 进行活动 法国的内阁成员 议员和总统顾问 也都频繁地使用这一工具 除法国总统之外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墨西哥总统 洛佩斯 乌兹别克斯坦总统 米尔基约耶夫 等多国领导人及政要 仍然都继续使用电报 进行公告发布等活动 电报创始人杜罗夫 是一名俄罗斯企业家 对于此事 克里姆林公方面表示 俄方没有从杜罗夫 进行任何谈判 或达成任何协议 普京总统也从未 与杜罗夫见面 那么这件事呢 逐一显示出 这个Telegram 这个电报平台 它的使用者 这个层次很高 那么它的影响力很大 而且呢 它可能确实是在 它的加密方面呢 有这个 它自己独特的一套 更重要的是 它已经成为 最重要的一个政治平台 我想它比其他的一些 包括X的 这个平台呢 它更加 这个政治化 因为它又是俄罗斯用 又是乌克兰用 又是印度用 比如南美国家 墨西哥什么都用 那么你要想 政府要进行宣传战 或者发布信息呢 你不管你喜不喜欢 你都要用 这个Telegram来发布 那么现在呢 可能是科里姆林工方面 俄罗斯方面呢 倒是严格要求 它的下面的一些政府官员呢 不管是这个总统办公室啊 或者是安全部门啊 要慎用Telegram 再看法国的新闻 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期拒绝了 左翼联盟推选的总理候选人 引发了政界广泛争议和社会的不满 而根据法国埃拉贝研究所 最新的民意调查 过半数法国人 支持马克龙的这一决定 法国极左翼政党 法兰西不屈服党 后遇在9月7日举行大规模示威 反对马克龙拒绝左翼联盟推选的 总理候选人的决定 并指责这是独裁行为 甚至提出了弹劾动议 但根据法国埃拉贝研究所 最新的民意调查 56%的法国受访者认为 马克龙拒绝与左翼联盟 组建联合政府是正确的 而43%的受访者认为 这是错误的决策 尤其是在立法选举中 支持左翼联盟的选民中 82%的选民认为 马克龙是错误的 而支持总统阵营 与右翼候选人的选民中 仅有12%持相同看法 关于总理人选 虽然马克龙尚未确定继任者 但现已辞职的总理阿塔尔 仍然是最受欢迎的候选人 有41%的受访者 希望他继续担任总理 尽管如此 没有任何一位候选人 能够获得绝大多数的支持 近随阿塔尔之后的 有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主席 巴尔戴拉 前社会党总理卡泽纳夫 以及右翼的贝特朗 和左翼联盟的卡斯泰 此外调查还显示 67%的法国人 支持组建一个 由非政党专家组成的技术政府 而49%的法国人 支持左翼部分政党 与总统阵营合作 尽管存在争议 但马克龙在处理 当前局势中的决定 似乎得到了多数 法国民众的理解与支持 然而法国社会 对于现阶段 政治局势的分歧 依然存在 总理人选的不确定性 也继续成为关注焦点 方卫视 李萌威 莫野 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 主要新闻报道 今天的准备集时间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周末愉快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